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这个带来新的一期视频 本期这个视频呢是一局群雄的局 是我在直播的时候打的 嗯我们也是不多说废话 直接上录像 这局录像的选将框呢是这个样子的 吴国对吧吴国和群雄 甘宁小乔徐胜这个 如果选吴国的话 基本上就是选甘宁徐胜好一点点 有人说徐胜小乔也很强啊 防御很强很难杀 说的确实有道理 徐胜小乔这个组合确实还不错 但是在当前这个国战环境下的话 我觉得吴国的跟吴国跟蜀国的三血脆皮的话 如果没有什么孙少乡 没有黄月英什么 或者是没有周泰鲁素或者周泰孙策什么的话 我一般不太愿意玩啊 这个主动能力太差 就这种组合主动能力太差 所以说如果选吴国的话 基本上就是只能选甘宁徐胜四血的 当时直播的时候说 算了吧我们来把群雄吧 虽然张角炎莲稳也不是很强 但是玩着有批人的快感来把群雄吧 那我们看看这局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局录像的时间比较长对吧 37分钟 然后前面两轮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这个重要的东西 都是去这个观望 然后场上的局势 李典呢抢了首量 这个也是很正常 因为国战嘛 李典这个武将就是 要抢首量的 我们有闪 但是我们不会雷击 其实有黑桃也不会雷击 因为这会雷人没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也看不懂局势 雷人只会让自己 变成这个场上的焦点人物之一 然后李典 统容这个连了这个三血不脉的 结果三血不脉的是队友真姬 李典也是非常惨 开A只有真姬一个人给他过牌了 然后还三血不脉 二张 二张李典有闪有寒冰剑 好像有个跃进的样子 三号位 四号位火攻真姬 哎呦这个可是有点痛吧 看我先登城头 然后越近消了这个火攻真姬的人 姜维召唤我们 那我们肯定是没办法出来 因为是蜀国也不可能出来嘛 所以说这个召唤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啊 你想啊姜维 大家想啊 如果你是姜维 你这会你会召唤吗 对吧 那么如果有人说我会召唤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召唤的结果 你希望是什么样子的 你希望夏家是蜀国的亮降 还是不亮降 假如夏家是蜀国 你希望他亮的 还是希望他不亮 对吧 如果他亮了是不是就两个蜀国了 也许魏国是不是打蜀国了 那如果他不亮 你是不是要打他 所以这个召唤是没有任何意义啊 大家不要叙利 这个召唤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不要乱召唤 有些时候召唤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加高的嘲讽 这恐龙呢 这恐龙呢也是这个莫名其妙的 我得给我打了特别卖命啊 这个恐龙可能比较愁 特别卖命 因为前面这两头的话 确实不是特别的关键 这个细节呢也没有讲解 不用讲解太多了 我们先把局势给看懂 再说因为这属于这个正常的一个路人操作嘛 这都很正常 真姬呢也是非常恨二张啊 给他只见了一个藤家 报复二张 然后这个李典这个恐龙 还有这个二张他们四个人打成一团啊 运气的细节呢 我们也就不多讲 大家看就好了 这个李典这个 这个恐龙菜文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丑味 韩冰剑 李典有闪啊 不知道为什么不韩 不闪这个韩冰剑 莫名其妙的 三号位再给二张丢兵来分断 感觉好像不是胃 四号位看了也 三号位的主将 没有动 姜维 姜维有个梦牌技能 那应该是个梦获 姜维这时候觉得 这局游戏好像位过不多 然后他感觉位过不多 然后他就这个拆了二张的韩冰剑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说实话 我们这时候自己的地理 看了一下暗讲 看到了一个吴国的泰式词 这时候在我们的眼里面呢 显示已经差不多比较明朗了 也说四号位呢 应该不太像魏国 但是不好说 泰式词拼点 参策 杀这个姜维和这个李典 因为姜维这个之前拍了二张嘛 很正常 这个李典 这个李典是无脑忘戏啊 这个李典非常非常的锁定计 一波这个操作韦如狗啊 顾国安宝 顾国安宝 新册 新册 李典丢了个酒 按键 按键就是放了个南宝心 然后孟霍出来了 你竟敢燃止我的地界 这孔如也是不能明示啊 因为这个孟霍将为是双亮的 这个四号位杀了真鸡 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反正非位 是吴国 还是吴国 或者说是群雄的也没准 我们把南宝心丢了 因为这个南宝心不能放 放的话孟霍就吃菜了 蔡文姬是我们的队友 不能让蔡文姬死的吧 而且孔容蔡文姬的话 还是挺厉害的 算是一个不错的辅助 他又是可以背根里让给我们过牌 孔容继续杀李典 然后李典正亡了 然后李典说三无 SB开始骂人了李典 因为李典觉得这个色号位也是吴国的 这二张一顿操作猛如虎 孙策瞬间就神装了 然后二张也是觉得三个吴国开始膨胀 杀这个孟霍将为也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孔容他打不了 他没有亮主将 这二张主将这么来看的话 很可能是个周泰 这时候打了一张反无线 因为为什么打了一张反无线啊 因为这个局势 我觉得这个局 对于我来说 威胁最大的 应该就是这个孙策跟那个姜维了 那个暗角加二张 我感觉威胁应该不会很大 那个暗角我感觉 暗角我感觉应该不是很强的一个将 那时候姜维召唤我没有出来 然后他吵醒我了 对吧 然后杀我了 那我跳过飞舞 也跳了相当于是飞鼠也飞胃 所以孔容觉得我是避典 你让给我一下 那我们就这个轨道回个血 狮子可以回个血 然后因为姜维搞我们了 我们就冰了他一下 给他点颜色看看 让他这个知道我们的厉害 不要乱动对吧 孔容给了一个闪 二张给这个姜维执剑的一个藤甲 有个寒冰剑 我们也是不能改 因为留着杀防挑衅的嘛 暗角还在杀二张 这时候暗角如果是群雄的话 应该是会亮将的 因为亮将的话我们3v3就赢了 虽然他没有亮将 这个时候感觉暗角基本上就是蜀国了 我要打这个暗角了兄弟们 因为在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局如果再这么去打吴国什么的 万一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蜀国 比如说光与张飞之类的 我们给蜀国打工了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我要打这个暗角了对吧 就是拆了他八国阵啊 放万键启发 我们按着放万键 恐龙明示 果然是周泰 这里没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我们的手牌一出了 就杀一刀那个暗角 因为他基本上不是群雄啊 是群雄就出来了嘛 这个群雄3v3肯定是优势的 有恐龙蔡文姬 然后二张周泰也废了 哇这个半醒猫牌 冒了一张无险可击又的伤 这时候恐龙莫名其妙来 杀了我一刀 我感觉很奇怪 对吧 虽然你给恐龙给了我一张名闪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时候我就算有闪有黑桃 那么问题来了 我想让我去批谁 我去批别人不就浪费了我的闪吗 对吧 浪费了我的闪去批别人 我能批死谁 一个都批不死 这不是纯粹浪费自己的 清自己的闪吗 没有任何意义的呀 还给自己拉嘲讽 就感觉莫名其妙的这回 然后恐龙一看我就闪不出 托管了 其实他自己有点坑啊 他莫名其妙的 收费 对吧 这时候恐龙还行 取消毒管 帮我背一下歌 我掉一掉血让他帮我背歌 背歌可以礼让吗 得给牌 我其实特别希望背歌一个方片什么的 但背歌的一个红毯也不错 回了一滴血 孙策看一眼暗奖 反正我已经打暗奖 已经表态不打吴国了 孙策看了一下暗奖 也去打暗奖了 孙策其实拆中学里山好一点 这个麒麟弓不是可以射的干嘛吗 反正孙策看了一眼暗奖去杀暗奖了 也不知道暗奖是什么 应该是属国的 没什么疑问 但强度是什么 你不知道 结果暗奖这时候离开了 既然你离开了 你就赶紧死吧 因为你不死的话 一会儿一咬 一直跟二张丢牌的 很难受的对吧 一直跟二张丢牌 那肯定是不能忍的 所以直接亮眼睛 把杀暗奖 可能先改一下这个 何句话熊 现在这时候 有武装的截断 对于一个离开的我来说 主将诚应该是 三十五牌是越担心 万一是斗技 什么怎么办 三十五牌就先把搞个车 原来是一个属国的 我们把这个黑牌都丢了 留了一手红牌啊 这个时候就比较关键了 给大家分析一下局势 这个局势我跟蔡文基 这个状态的蔡文基 我们两个人2v2的话 基本上是打不过的 比如说我跟他2v2 这个周泰跟孙策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基本上就是 完败于他们 就是我们打不过他们的 所以这个时候 虽然我这个手牌啊 应该是打死孟霍 应该压力不大 再开个无中生友 就把四五张决斗 打死这个孟霍 应该压力不大 然后再带个八国阵 即使不死 恐龙杀一刀雷一下 这个孟霍应该死了 但这个2v2的话 我们应该是打不过 这个周泰跟孙策的 所以说这时候不能去打 不能去打 想着去打死姜文呀 所以说呢 我还是想打孙策 但是你说我 言良文扯去决斗孙策 是不是太亏了 而且决斗孙策的话 基本上这一流是决斗不死的 那我决斗三四下孙策 送孙策三四张牌 是不是就等于自寻死路了 所以这时候很难受啊 那要是一个丹太尔词就好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先开无中生有吧 挂了个八国阵 我们火攻一下这个孙策 毕竟还是孙策对我们的 威胁最大还是要打孙策 这时候手牌一出了 手牌一出了 我就决定这个决斗一下姜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手牌一出了 反正姜文我觉得 活着肯定是打我们的概率高一点 不管怎么样 我决斗了一下他 然后这时候我的队友 孔容在吐槽我 说打的什么玩意 就是不去烧藤甲 这个我发现有些路人的玩游戏 他是不考虑这个局势的 我火攻了藤甲 那我还不如直接把火攻和 和那个拍出去的牌 都决斗的姜文把姜文打死了 可是打死姜文 这个2边打不过无国的呀兄弟 这个你自己的几斤几两 你不知道吗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孔容铁锁了 这个孙策跟那个姜文 那就没办法了 我只能顺着队友的思路 去打这个孙策和姜文 这样的话 只能希望姜文死了 因为姜文不死的话 活着可能就要无脑干我们了 而且这会儿呢 也把孙策干到了一席 所以说现在的话 敌人的状态不好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希望2比2的 因为孙策毕竟已经到一席了 这个还是有希望 所以说就雷了 要不然的话也不敢 不太敢雷 比如说现在孙策 比如说我雷完以后 孙策还是两血五手牌 那我可能都真的不敢雷了 真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雷了 这个时候孙策手帮有张9 而且孙策救了这个姜文 不知道为什么 孙策 其实我是孙策兄弟们 我不救姜文的 为什么不救姜文呢 因为这个局如果不救姜文的话 如果不救姜文的话 自己有一桃一九 对吧 然后这个孔容 这个张角就收一张人通牌 然后这个孔容蔡文姬 两血一手牌 我觉得你们这个五国二连 都把蔡文姬吃 这张角应该是输掉了 这个状态 毕竟你还有桃有九 然后 这个周太顺利一下蔡文姬 开了个桃园结役 换了个三尖刀 杀一刀 也没有什么问题 刮了我一下 这都没有问题 孙策太史词 开了一个以一代劳 丢了个冰蓝寸断 居然 重铸重铸 九 这是要吃掉蔡文姬吗 哎呦 真的吃掉蔡文姬了 那我就不救了兄弟们 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我不救这个蔡文姬呢 第一这个太尔茨孙策 确实威胁挺大 他有点刻这个张角 这种手牌流武将 第二 这个如果我救了蔡文姬 那么因为刚才我决斗了姜维 而且还孔容还配合我 雷击了姜维 那么按照这个路人的尿性啊 这个他姜维动的话 他很可能会来打我 如果姜维来打我的话 那么我觉得 我就挑衅一下 哪怕只挑衅一下我的陶 如果再有锦囊再干我一下 这个局可能群雄大概率就击击了 我不想去救这个孔容 让孙策 这个对我威胁比较大人 吃掉蔡文姬 这样的话 他吃掉蔡文姬以后到四人局 那么姜维 对吧 他肯定也是想赢的 而且他单天强度也有 他肯定是正常来说 他想赢的 他两血 而且是有机会赢 所以他会去打吴国的 这个时候我就没有选择救蔡文姬 因为救蔡文姬的话 按照路人的尿性 这个姜维打我们的概率比较高 如果姜维打我们的话 不管他有没有帮吴国打工 不管他自己有没有获胜 那我知道群雄是很难赢了 因为这个孔容蔡文姬 确实不太会玩 这个我们也能看出来 所以这个局我们 只能选择这个放弃这个孔容蔡文姬 让姜维去帮我们打这个吴国的 所以说我们有桃子 也没有救 把这个泰式磁给断了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泰式磁每轮拼点的话 确实很烦 作为这个张角这种 我一下是挺烦的 果然啊 果然这个 他这个 姜维去打这个孙策了 而且姜维还特别有诚意 还帮我打了一张吴国的鲜 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孙策 有没有后悔救这个孔容 反正我是孙策 我当时不救的 因为2b2我们是优势的 为什么要救我 然后我们吃个桃子 杀来到周泰 虽然这个时候我不想杀周泰 为什么说这个时候 我不想杀周泰 因为大家这个也是 有一个问题摆在这个 摆在大家面前 假如这个时候周泰死了 那么到了这个三人局 一个单孙策 一个孟霍姜维 还有一个张角 炎莲文姿的三人局 那么我觉得这个姜维梦霍 可能会一直打我 带着腾甲的姜维梦霍 每轮一挑衅 如果摸个瞬拆什么的话 我可能真的就 躺不住的 我打不过的 把腾都被打死了 所以说我也是很难受啊 我不想杀这周泰 但是我也不能丢杀 这才是最难受的 就是我不想杀周泰 但是呢 我又不能丢杀 因为丢杀的话 姜维认为我不出力 姜维也会生气来干我 这个时候很难受 为什么呢 其实我最想杀的是孙策 最好是孙策跟孟霍一起死 我跟周泰单挑 那就非常我了 对吧 虽然这种情况 应该比较难实现 但是我们心里面 最起码得明白 这个逻辑关系 虽然我们在杀二张 但是我们的眼睛里面 其实要盯着孙策和姜维 当然主要还是盯着姜维 因为孙策太子次 已经断肠了 已经相对来说 威胁很小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到顺县 毫不犹豫的 把白银狮子送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压根就 没闪上周泰死 然后我们顺了狮子 帮他回血 当然我们自己 也是多个装备 也是非常关键 戒刀杀人 红沙 西洋 孙策三血 当然孙策对我们的威胁 相对来说小一点点 主要这个姜维 有点厉害 这个姜维 姜维梦霍 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组合 姜维梦霍 现在也在卖命的 去打孙策 或者说假装很卖命 最起码我们看着 好像很卖命的样子 我们现在呢 也是杀了 这个周泰啊 虚抱一下 虚抱一下 这个黑茶过拆 留下把桃子丢了 反正有狮子 如果真掉血的话 随时应该能回 因为我们可以 这个双雄 这个轨道吗 随时可以回血 所以也不着急 这个二张裸摸 两个决斗 真的牛逼啊 直接把孟霍 干到一席了 这时候我就感觉 我的机会会不会来一点 假如孟霍没有 假如孟霍再起了两三张杀 直接把太尔茨打残了 那我们可能就给双雄收割了 续抱了一个无中生有 还有过活摘桥 我们看一下孟霍这波 能不能起来 如果他回到三血 或者四血的话 我就很难受了 这时候孟霍没有起来啊 还是孟霍还放了个南帽亲 非常关键 那边打了个国务线 一张杀 一张勒不思蜀 一张勒不思蜀 有这个红杀呢 他不愿意杀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机会已经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我们 这个如果再不 因为这个孙霍已经被勒了 如果你这轮不打死孙霍的话 孟霍再起来 可能就起来了 而且趁着孙霍被勒 我们把姜威收了以后 把压一压孙霍的血线 我们连着连动两轮 相当于连动两轮 他勒不思蜀不可能添过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 把这个孙霍给干掉 这样的话 我们跟猪太坛篇就能赢了嘛 所以这时候有你心的 好的 我们改一下这个双雄 敌我兄弟兵仙 伤有姜威干掉他 散掉姜威 然后晒到这个孙霍 好的 因为这个姜威刚才 已经有连动杀过孙霍了 你俩一路以后 孙霍没有闪的也很正常 所以我想来想 还是折斗一下吧 孙霍压到一血吧 如果能把孙霍压到一血是最好的 有人说你要杂脚怎么办 杂脚没关系 咋叫我没有狮子 这是勒不思数 随时能回血 双雄也能回血 这时候这个 将为来的一句 教主加油 放心兄弟 我会加油的 我不会令你失望的 然后这个勒不思数 是不可能添过的兄弟 有我们在 我们这时候把装备 换成手牌 多点手牌 想着去搞掉这个泰尔茨 这个时候二张 这个有一个万键齐发 和一个桃子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 判双雄的话 决斗这个戴杖八十毛 两手牌的孙霍 而且周太有一个 明桃的情况下 感觉打死的概率不高 随时我们这个时候 这波的选择 最好是什么呢 就是摸两张牌 把这个周太乐上 让周太把头子弃掉 我们下楼再去打孙霍 不着急 凡事不能急 把乐上它 然后挂个装备 过 这乐不思数呢 也是不可能过的 而且我们可以用狮子去换 还可以让自己多手牌 对吧 因为是一张八国阵呢 我们还是想要的 随时就换掉了 孙霍开了狗狗风灯 结果又开出一个桃子 真的很难受 但是我们拿个GGG笔 这个二张手上是一张 杖八是一张冠石虎 是吧 拿了一个南蛮和沙 孙霍手上一刷一刀 孙霍的手上是一刷一刀 都是名牌 那我们先拆一下 看能不能拆的猴子 没拆的猴子 那就先杀 为什么要先杀呢 为什么要先杀呢 因为这个 你先决斗的话 这个他能摸一张牌 有人说那个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有 但是区别不大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这个想一想啊 区别 对吧 我们先杀一刀呢 先把桃子求出来 决斗呢 我们要赶 不要赶 这回 喝句话 准备 尽叫他 有去无回 干掉了他 这个是一个冠石 一个杀 一个南蛮 你我兄弟兵先 谁人能敌 其实我这时候不应该决斗 搞解除啊 但是我觉得三不区了 有点膨胀 为什么呢 这一波不应该决斗 因为他属于这个名单蛮 对吧 我记得好像是一张名单蛮 不应该去 其实不应该去 这个决斗这一下 应该留个杀会好一点点 保一下血线 这时候我们可以累积啊 因为我们手上一张没法 可以换一张牌相当于 因为当时在直播 脑子有点上头了 忘记让他手牌了 有点 有点冲动 这波打的 算是一个小失误 反正是 解了铁锁 这时候特别害怕二张摸到杀 二张摸到杀 我们可能要凉凉 可能要凉凉 没有摸到杀 运气不错 看我们能不能赶紧摸闪 摸了个桃还不错 虽然没有闪 二张又断杀了 非常nice 我这回能不能摸到闪 哇哦 结果摸了两张射手气羊 也是非常非常的666 然后换上怪石斧 丢一个五六剑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什么排出啊 这个二张铁锁我 那我打一张无险可击 我就剩两手牌了 然后二张就很膨胀 杀我 他不相信我一闪一黑桃 然后果然是没有呀 这时候我们只能杀一刀的 这时候感觉很难了 因为我只有两血 大家都知道 只有我两 我两血两手牌的 我两手牌的时候 二张是敢杀我的 所以说这只摸了杀 还会杀我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 我要挂闪电了 虽然手上没有非闪电判定 但是也要搏一搏的 拼一拼了 挂上闪电 二张摸了个减一马 果然又捅了我一刀 那这样的话 我一血真的很难受 闪电千万不要天判批我 好的还不错 没有天判批我 能不能摸到闪什么的 哇哦 四张闪电判定牌 那我们只能顺个减一马 杀一刀 二张五不驱 没有死 那我们只能丢一张这个牌了 丢什么都一样 因为我们要轨道去改闪电 如果八不驱 如果八不驱 二张还没有死 那我怎么说 兄弟真的 该你赢 对吧 那真的是该你赢 那这样的话 这一局游戏我们就胜利了 虽然我们的队友恐龙 蔡文静对我们一直在吐槽 但是我们最后带他获胜了 而且这个孙策 这个泰士词 对吧 还有这个姜维 他们那个 尤其是孙策泰士 这个大局观不是很清晰 他没有意识到 那个局不就姜维 他们2B2是优势的 他们大概率要赢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玩游戏 这个大局观 尤其是玩国战那个大局观 非常关键 你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得知道自己的强度 像孔融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强度 以为自己太弱 以为自己太强了 能打过敌人 其实打不过 这个泰士词孙策呢 就是以为自己太弱了 打不过敌人 其实他很强 能打过敌人 就说你不要这个 以为自己很弱 也不要以为自己很强 你要正确认识到 自己的强度 和敌人的强度 这样你才能够 在关键时刻 做出正确的抉择 然后去选择获胜 有人说你张脚 严连文手这个组合 客观来讲 强度应该是比较弱的 对吧 这个组合客观来讲 强度比较弱 你为什么敢那么膨胀 直接干掉 姜维梦或去 EV2周泰和孙策 那是因为 当时那个状态的孙策 和周泰已经不强了 而且将那个孙策脸上 还贴了一个勒布斯鼠 而且我们洞 还能把孙策压到两血 甚至压到一血 让他被勒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这个膨胀的资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强度 虽然我们不强 但是在我们的眼里面 我们的敌人更是弱 他们都是渣渣 所以说我们能够 勇敢的干掉姜维EV2 这局游戏 就告诉大家一点 就是这个大局观 非常非常关键 一定一定要认清场上的局势 如果你看不清局势 那么这个局 我觉得很多很多人来玩 他都会输 对吧 好的 这一局录像呢 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从中能够这个 嗯 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吧 如果大家对我有什么这个意见什么的都可以在视频下方提出来 呃 如果有人需要有觉得有打的比较好的录像可以发到我的kq邮箱 5334992753349927可以这个 呃 发到我的kq邮箱 然后我如果觉得比较精彩我也会做到这个优酷视频上 当然这个视频呢我也会同步传到咱们的斗鱼直播间 斗鱼直播间的房间号是160504 160504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砍你烟用菜刀 砍你烟用菜刀 呃 这个跟咱们这个优酷的ID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这个还有咱们斗鱼的ID 砍你烟用菜刀 斗鱼房间号160504 好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